这是于飞红涛光家底自编自导的一部电影 却成了国内影史最大的冤案 上映后差评如潮票房惨斑 结果在十几年后的今天 却被无数人奉为古装爱情片的天花板 故事发生在民国时期 小玉随丈夫来到山上的一处宅院 这里本是一座寺庙 50年前的一场大火把这里燃烧殆尽 后来房主在荒废的寺庙盖起庭院 院子里的银杏树引起了小玉的注意 仿佛有种扩别千年的亲切感 经好友介绍这棵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夫妻俩当即决定租下院子 丈夫是个教书先生 每次离家都要好几个月才能回来 两人靠着书信互诉思念 这天小玉煮好茶水等待好友到来 结果却看到银杏树下有个黑影若影若现 她以为是好友来了跟她开玩笑 于是招呼她快过来坐下 结果从树下竟走出一个和尚 小玉惊呼着抓起菜刀防身 看对方迟迟没有动静似乎并无恶意 小玉便邀请来人一起喝茶 不管你是谁 就请出来喝杯茶吧 你真的不害怕了吗 我与你无冤无仇 我想 你也不至于要害我 两人在石桌前坐下 和尚告诉小玉自己在等一个人 阿明从小父母就被仇家所杀 哥哥为了报仇忍辱负重 带着一帮兄弟在山上安营扎债壮大实力 最终哥哥为父母报了仇 混战中仇家六岁的孩子被掩护逃走 得知对方和弟弟同岁 哥哥动了侧影之心 尽管手下极力劝阻斩草要出根 可哥哥还是放走了那个孩子 他认为一个六岁的孩子 就算逃了出去 在这深山老林里也活不了几天 说完便命令手下撤退 因为父母不在 哥哥对阿明十分疼爱 从小到大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他特意找来教书先生给弟弟上课 希望弟弟长大不再卷入江湖恩怨之中 哥哥也会教阿明骑马射箭 但也只是为了强身健体 转眼阿明在哥哥的庇护下长大成人 自从上次报仇过后 为了防止仇家寻仇哥哥很少下山 但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 他都会乔装打扮下山赶紧 这是镇上一年一度最热闹的赏花节 哥哥下山的路线十分隐秘 只有几个兄弟和阿明知道 这天又到了三月初三 哥哥像往常一样下山赶紧 阿明闲来无事便起码来到林中打猎 这是一阵悠扬的笛声引起他的注意 阿明寻着笛声来到山顶 只见一红衣女子坐在崖边 回眸间阿明被眼前的女子深深吸引 他平生第一次有了心动的感觉 讲到这里门外传来好友的声音 小玉转头却以不见和尚的声音 好友边走边抱怨 说真是活见鬼了 明明看到了院门却怎么也走不到 小玉告诉好友自己对这里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他曾不止一次的做梦弄到过这里 同样的银杏术 同样的石桌石灯 自己煮好茶在等人 只是不记得在等谁 好友走后小玉再次煮好茶水来到院中 和尚也从树下走了出来 小玉询问他没有讲完的故事 原来红衣女子名叫阿九 阿明不知该怎么表白 于是便把阿九强行掳回了寨子 起初阿九极力反抗不吃不喝 时间久了他便不再挣扎 只是面对阿明他始终不愿说话 每天都在绣着杜鹃花 有时他也会来到山顶 呆呆地望着山的那头直到日落 而阿明则在一旁默默看着阿九 他发誓一定要娶了眼前心爱的姑娘 哥哥让手下却山下打听 可附近并没有丢失的妻儿姐妹 看着阿九的笛子哥哥若有所思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可看到弟弟这么喜欢他 哥哥最终还是答应了这门婚事 阿明满脸欢喜 可阿九却依旧冰冷 直到阿九喜欢杜鹃 阿明便踩来白满整间屋子 等到秋天杜鹃掉落 阿明就让人把卷布染成红色 做成杜鹃花的样子送给阿九 这一刻阿九的眼中多了一丝感动 他起身给阿明倒了一杯茶 两人就这么坐着不知过了多久 阿九突然开口说话 扎凉了 我再去给你续上吧 这是阿九对阿明说的第一句话 也让阿明看到了希望 他相信自己的努力中会得到回报 这天阿明为阿九画了一幅画 画中的阿九是笑着的 阿明希望阿九看到以后也能笑 可阿九只看了一眼就撇向一旁 扎凉了 我再去给你续上吧 自从阿九来到寨子 便再没有吹过笛子 阿明想让他再吹上一次 可阿九吹到一半却再次说道 扎凉了 我再去给你续上吧 阿明不解阿九为何总对自己说同一句话 后来哥哥从山下劫来一匹白马 阿明觉得阿九一定喜欢 于是便带着他在草原上吃场 这是阿明最开心的时光 可阿九的脸上却挂满泪水 曾经的回忆历历在目 那是一对兄妹在森林被野狼追赶 这时他们看到一匹白马 哥哥带着妹妹跳上马背 小儿 别怕 有我呢 我会保护你的 阿明以为是阿九害怕 别怕 有我呢 阿九 我绝不会让你受伤害的 可面对阿明一再的关系 阿九始终还是那句 茶凉了 我再去给你续上吧 这一刻阿明再也忍不住追问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就这么恨我 难道我所做的一切 都不能明明我的过错吗 他拿起刀子 抵在自己胸口 如果你真的恨我 恨透了我 你现在就把我杀了 咱们一了百了 杀了我 现在 杀了我 争夺中刀子掉落在地 而阿九则再次说出那句 茶凉了 我再去给你续上 此刻的阿明外面聚会 生无可恋的他起码来到一处寺庙 他想摆脱世间的红尘情侦 哥哥得知弟弟要出家急忙赶来 没关系 我不怨你 从小你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我都尽力满足你 所以这次也不例外 不过 别说你当了和尚 你就是做了鬼 你是我的弟弟 我的亲弟弟 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 哥哥说他会经常来看阿明 直到有一天确认阿明是过得好的 他才会放心 此后阿明便开始了自己出家的生活 某天阿九也来了 阿明看到后却将他拒之门外 可阿九并没有走 他在附近的茅草屋住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 阿九每天会给阿明送来茶水 可阿明却对他视而不见 两人擦肩而过形同陌路 终于有一天阿明忍受不了折磨 将茶水打翻在地 阿九蹲下身不顾疼痛 用手拾起碎片 阿明见状有些动漏 他扯下僧袍为他包扎 此后阿明不再拒绝阿九的茶饭 阿九还是住在庙外的茅屋里 他仍是不太说话 但脸上却第一次露出笑容 这让阿明感到无比的幸福 他们一起打扫院中的落叶 一起坐在石桌前下棋 本以为日子会这样 一直平淡幸福下去 可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 转眼时间又来到了三月初三 哥哥像往年一样 乔装改扮下山游玩 因为是难得的节日 一大早师父就带着师兄下山话园去了 阿明独自留在寺庙诵经求佛 往常的这个时候 阿九都会煮好茶在院中等候 可这天却迟迟不见他的身影 就在阿明疑惑的时候 阿九神色慌张地赶了过来 他让阿明跟自己离开这里 阿明觉得突然不知该如何回答 这时哥哥身受重伤被掺了进来 阿明知道哥哥干的是危险行当 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原来哥哥下山时遭到埋伏 可这条密道只有阿明和他的随行知道 那几个人都是哥哥出生入死的兄弟 阿明想不通到底是谁出卖了哥哥 哥哥让阿明不要难过 不要为自己报仇 一报还一报 到我这儿 就算扯平了 说完哥哥把阿九叫到身边 阿九点点头 这时寺庙被团团包围 是埋伏哥哥的人追到了这里 就在对方准备闯进来 大开杀戒时 阿九朝着门外大喊起来 阿明此时才明白是阿九出卖了哥哥 原来当初哥哥放走的六岁男孩 怀里还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女婴 兄妹俩在森林里长大 为的就是今天的复仇 从阿明遇到阿九开始 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 而哥哥也早已知晓阿九的身世 但为了阿明他还是笑着为两人举办了婚礼 得知真相的阿明愤怒用枪指着阿九 却迟迟下不去手 他一把将阿九推倒在地 其实阿九已经爱上了阿明 只是仇恨让他不得已变的病吗 尽身尽尽 我们所走的路都错了 时间不对 弟弟也不对 阿九来到阿明身边 他把枪对准自己胸口 来生我们再会 来生 我会等你 说完阿九扣动的扳机 他躺在阿明怀里永远睡了过去 最后阿九的哥哥用长毛刺穿了阿明的胸膛 寺庙随后也被大火燃烧殆尽 小玉问阿明后来等到阿九了吗 阿九向往而去 他以为我还会留在这世上 就急着去投了胎 而我又怕他来到这银杏树下找我 一步也不敢离开 错过了投胎时机 可我在这轮回道上也只能待五十年 现在也到时候了 小玉说会不会阿九来过 没有被认出来 阿明说只要阿九来了 他一定认得 前世他们都身不由己 阿明本以为今生相遇两人 可以从头再来 可他没有想过的是 也许今生的阿九正生活得非常幸福 其实阿明也是想让阿九幸福 所以只要阿九如今是快乐的 这快乐是谁给的 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是小玉注意到阿明的茶凉了 茶凉了 我再去给你许证吧 小玉的话让阿明再次陷入回忆 阿九临终前跟他约点 此时小玉再次想起自己的梦境 他想起自己一直在等阿明 当他转身看到镜中一喜红一时 前世的记忆全部明朗起来 他哭喊着来到院中却不见阿明的声音 尽管他一遍遍呼喊着阿明 却再也得不到对方的回忆 阿明已经放下心中的执念 步入了下一个轮回 多年的等待只化做一场无声的叹息